據大陸《極木新聞》昨日報導 一名25歲朱姓女子上月獨自從桂陽坐飛機來到青島旅行 期間又發放一些旅行時的照片 而本月20日晚上11時左右曾與弟弟透過微信聊天 但之後她的手機一直處於關機狀態 再也聯絡不了 隨後朱姓女子的弟弟在社交平台發布尋人啟示及報警 朱姓女子的弟弟和父母同到青島尋人 他們查看當地監控片段發現 朱姓女子最後出現的地點是青島市市南區香港西路32號附近 當時她身穿黑色外套、藍色牛仔褲、白色鞋、啡色帽 拿著米色行李箱 直到昨晚她的弟弟向極木新聞表示 從當地派出所得知 已經由海上撈出朱姓女子的遺體 又指出她們在監控片段看到朱姓女子最後出現的地方 距離遺體發現地點有20多公里 不知道死者死前曾遇到什麼事情 黃島邊防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 出於保護當事人的私隱暫時不方便透露事件詳情 而有關情況正在調查 網民紛紛對死者表達軟適及同情的同事 亦都猜測女孩子死亡的原因 希望當局公布真相 有網民表示綜合這幾年的新聞 有女孩子失去聯絡就等於死亡 反正莫名其妙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越來越多 證明社會出現了大問題